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一起为市政把脉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副议长杨秀玉 大家好 我是七赌区的市议员 也是我们基隆市议会代表 副议长杨秀玉 秀玉姐好 第二位是我们市议员陈明健 主持人杨副议长 我们画家议员跟电视机前的 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健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吴华家 小军好 副议长好 明健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吴华家 华家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交通 因为交通跟我们人平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一块来看在七赌区我们的新北589公车 通车楼 上车一下 这场新北589公车 延时到百福社区的通车典礼 参与的地方民众相当开心 除了百福社区的李林长到场参加之外 基隆市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连 曾宜方 张耿辉和陈明健都到场祝福 并肯定市长谢果良和副市长邱佩玲 透过基北北桃合作平台 成功争取到这条公车路线 让七赌百福社区的民众 前往汐止或南港通勤与就医更加便利 人家说交通是建设之母 所以在交通这部分是非常重要 而且更在意的就是要有些便利 今天589线路的一个通车典礼 可以说让我们百福地区的这些居民 甚至于通勤署里面 可以多一条的路线 能让他们在城际方面的之间的流动 有更便利的一个路线 尤其我们通勤署 在我们北市新北市 是最靠近的 更需要一条有更便利的一个路线 能够让他们更通勤 而不是只有铁路这部分 所以我们很乐见今天的通车典礼 那也希望未来 不管在这个公路也好 或者是在铁路这方面的一个整个路廊 也希望说我们市府还有各单位 包括各县市都能够紧密的合作 在市府和地方的西手下 这次透过基北北桃合作平台 成功争取到新北589公车 串起了基隆七堵与细致的生活圈 获得地方民众的肯定 这让民众很有感的 就像这次让我们的589通车了 那当然是很多异作的争取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副议长 对我想针对这次这个589 这个整个延时到百福社区 也是我们七堵区 百福社区的这些就是通勤组 包括通学组的一个 可以说是引颈期盼已久了 那当然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谢市府团队 那也很感谢我们就是我们的邱佩玲 副社长透过这个北北基陶 这个合作平台和新北市政府多次的沟通 终于在这个8月份整个开始行驶 那我们都知道说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 这个交通是最最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在讲说 基隆捷运 基隆捷运也讲了这么久了 那据我所了解这一次这个 就是589这一次这个 整个延时百福社区这个整个路廊 就是我们未来这个基隆捷运 整个第一期的整个规划 大概它的整个廊带差不多是 可以说是先我们模拟的一个路线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谢市府团队 这个苦民所苦 那愿意跟这个就是 就是跟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沟通 我像交通原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 这个就是亏钱不亏钱的问题 这个交通就是我们就是政府 扶着老百姓包括企业 有时候就是要抓当保抵 就是我们要回馈地方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 这次能够跟基隆市政府整个配合 那就是体系我们七鲁区百福社区的这个通勤组 包括我们同学组可以更加便利 是真的就是更加便利 让民众非常有感 那当然在原住民族方面当然也非常多 因为我们很多好朋友都坐在七鲁区 我们要请教民建一座 交通的便利性是我们交通组所期盼 我们很期待刚好我们589公车延时到我们百福地区 当然我们是希望是一站到位到自己的工作地点 所以除了我们百福地区的589的延时到百福地区以外 在其他的地区也是也非常需要 比如说像我们的快捷公车 像我们中任区新峰街 我们每天看到很多的通勤组 乘坐了2088到北市府这边 真的也非常的便利 还有1579 这个不管在我们的公路省道跟国道高速公路部分 能够有达到这种交通便利性 跟能够节省那些通勤组的时间以外 刚刚我们杨副义长提到的 对于我们铁道部分跟我们的绝印的一个心色 我想能够在近期内 能够让绝印能够在骑程方面 能够加快他的脚步 能够让我们通勤组有更好的一条路线 来绝省他们一些通勤的时间 是 就是要便利了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除了便利之外要安全 来看看我们基金一路208上的路口 他的斑马线很特别 他居然对折了 怎么回事呢 仔细观察 有的民众会跟着斑马线走 但有的却是直接穿越 因为一开始走 为什么他是斜的 我要绕到这边来 但是走了两三次发现 如果他不这样走的话 这个车弯过来 他会马上撞到 如果这里是直的话 这个白白这样一弯一弯 这样走过 就走过来 我们这个路边先做嘛 做好之后 那个公路团 他们来整个 他们的斑马线 跟他们那里先做 当初还没有这个中央的庇护道 那在我们完成之后 公路局针对这个路口 进行一个安全的改善 所以增设了一个庇护道 那因为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 先起已经先把 无障碍的部分 还有缺口都已经完成 所以公路局在配合那个 我们的无障碍的坡道 所以划射成这样的一个行穿线 那不过其实之前在 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办过会议刊 有跟公路局讨论过 那我们这边会跟公路局来合作 我们会调整 无障碍坡道 以及这个栏根的缺口之后 公路局会来配合 那个重新标射这个划线 大家都是希望说 这边可不可以再更安全 所以有跟金融市政府来进行沟通 真的就是要沟通 因为要安全 我们要请教华家 后来改了吗 其实我们在会看的 就一个礼拜内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 我们的人行道的开口 跟无障碍坡道 配合就是行穿线 要拉紫这件事情 一起做了调整 那因为其实 当时没有那么快调整 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其实从去年 就一直在争取 基金一路的人行 人行道整个要重铺 那他整个重做之后 其实到时候 那个护栏的开口 也会一起调整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 基金一路的人行道的 整个重新铺设的状况 我们其实就有要求说 第一个是上面的障碍物 希望可以一起移除之外 那再来就是因为最近基金一路 也还是有这个 路边积水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调整 这个道路侧边的排水孔 跟人行道一起来施坐的话 可以一次改善非常多 不管是行人安全 还是这个排水系统的改善问题 是 就在安乐区一样 有带大家来看我们的 五人国小的通学廊道 其实那时候那一盒在 不知道后来情况怎么样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现场的状况 小朋友我妻子放下来 他还没有逆灯 逆灯他也是要冲的啊 一般来讲我们导火老师 在执行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依照 导火老师的规定 然后安全的平安的 经过斑马线到达学校 那家长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要持续的再宣导一下 因为刚开始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有些家长可能还不太适应 那现在有红绿灯之后 自然就会受到耗制的管控 它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 会停下来的一个机制 保护了学生 还有家长和同学的一个安全 在这个五轮国小跟五轮国中的 这一代学区 在民国110年的时候 蔡新立委服务处 我还在当执行秘书的时候呢 就已经来五轮国小前面 办理过会刊 那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个 社区发展越来越多 然后人口增加的部分 希望可以来增设这个红绿灯号制 以及我们的人行步道的 重新的改善 那希望可以保障学童 以及社区居民的安全 那终于呢 在这个我们持续的推动之下 终于在今年的暑假前 就把这个红绿灯装设好也启用了 现在我们在这个五轮国小的 家长接送区 那现在暂时是以这个 黄线化设家长接送区的部分 但是也可以看到 就是接送的车辆蛮多的 然后目前可能前一晚停在这边 还没移开车子也蛮多 所以造成就是现在这边 大量的车流也大家都必须要互相闪避 那有蛮危险的交通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通学步料改善 把家长接送区的实际使用需求 一并考量规划进去之后呢 在整个计划执行之后 可以来改善这个问题 就是期待赶紧改善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请教华家目前的进度 其实因为我们的五轮国小周边 其实他隔壁是五轮国中 然后最近有非常多的建案 像大家就是守着的汉林小城数学院等等 已经有一堆建案都在那里 就是新建完成了 那还有新的建案要再盖 所以当时在前几年的时候 那个李文才理长就找我们当时的蔡西英委员 还有市府一起讨论 说这边的未来交通应该会有非常大的车流 那也担心小朋友上下雪的安全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争取完了这个红绿灯之后 其实在今年的下半年 原本是预计在最快是这个礼拜要开始施工 要做这个通学步道的整个改善 那也因为说刚好遇到台风 所以呢就是这个施工时间要延期 但是一定会在今年内开始动工 那希望可以尽早来完成 那让小朋友现在除了过马路安全之外 那在经过这个人行道的时候 不用再闪避这些障碍物 然后也有比较宽敞的这个通行空间 那其实像刚刚讲到通学的事情 我们那边通学的学生非常多 因为国中小都在那边 那我们其实安乐区的通勤人口也很多 所以刚刚秀玉姐跟明健哥提到的这个 就是基隆捷运 以及跟双北的这个交通问题 对我们安乐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像那个今年开始启用的一二零零月票 我们就受益很多 那我们也很期待基隆捷运 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基隆 然后因为也可以拉线进来 那如果安乐区有机会的 我们也是会希望 有这个捷运会很方便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就是最近那个立法院也在审预算了 希望可以尽快的 就是可以有这相关的经费 让基隆的这个捷运专案办公室 可以正常的赶快把我们这些政策来推动 除了政策推动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隆捷运的进度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市地整合 我们要请教秀玉姐 对我想基隆捷运真的从我从政到今年的 十二月十五日就刚好满十年了 那这个捷运也谈了十年了 那我是觉得一直到现在感觉上还在纸上谈兵 但是我希望说谢市府团队一定可以立行的 我相信这个务实的市长 谢市长一定要赶快动起来 因为我一向我在做事情的态度 我是一个属于执行派的 你看我最近在用一些七赌的一些美好 我都是现场自己去现场盯 而且我说到一定会做到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一直在纸上作业 就是该做的一些程序上 该去推动的该去整合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包括基隆捷运因为会经过七赌区嘛 那七赌区据我所了解就是我们七赌区的这个 北屋独那边有很多的私人土地 在这个整个土地的一个取得整合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加速脚步 还有我希望说中央地方 不管是政党有没有一样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政的目标 我们从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让乡亲生活 一天比一天过得更美好 所以我们要抛开政党蓝绿 我们一切的目标都是为我们的乡亲 为我们的老百姓而去做的 尤其是相关的一个民生问题 这个捷运也是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就是不管中央单位 或者我们地方政府 我们一起不分彼此 一起动起来 让我们就是市民也好 包括我们台湾人 能够就是说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更美好 希望说能够加紧脚步 已经十年了快十年了 因为我也等不及了 对 那米建一座呢 当然我们认同我们杨副议长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基隆决运 能够尽速的能够新设 不管在酝酿方面的考虑 跟你的站点跟站体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应该不用有太多太多的一个顾虑 甚至于刚刚我们副议长讲的一样 有政治的这些艺术参入在里面的时候 我想这个期程会越拖越久 所以刚刚我们以明的行的方便为优先 刚刚我们画家议员提到我们的 通学步道这个改善 我想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 除了我们五轮国小这个部分以外 我也发觉到你们安乐区的一个常乐国小 这个步道那个学度真的蛮高的 步道就蛮斜的 真的小朋友像通学 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步道 大概也要40度 差不多 坡度如果超过40度就危险 人行道又这么小 山坡地超过相对坡度 我们安乐区大部分的小学都是这样 我们中正区那边的正兵国小 也是 刚好步道刚好就跟我们的翔风街 那个算是省道 公车大车小车都每天流量这么多 学生从那边大马路旁边过的话 也非常的危险 我想不止这几所学校 我想其他地区的这些 山坡地开 学址的那个通学步道 我想应该要是我们要特别的要注意到 是 通学步道真的要特别流行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国家未来主人工就在这里 而说到这个就要带大家来关心 其实安乐国小那边长期以来 就是我们的安一路 对吧 安一路长期以来很少停车会 车子不知道停到哪里去 所以那时候都有在争取要新建停车场 我们是不是请教华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因为我们其实安乐国小他也是有这个通学步道的规划 那安乐国小其实进出现在目前是没有就是像一般的学校旁边有实体人行道的 他除非他走后门 那其实他走后门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有预计希望可以争取停车场的这个空间 那还有就是其实也有人在推动要规划就是安乐国小的操场下方 是不是也可以像信义国小他们做一个地下停车场 那其实因为我们那边的巷道真的非常窄 可是我们人口非常的密集 那上学的学生其实也非常多 不管是节省或者是停车都非常困难 所以其实在这个建设方面我们其实蛮期待市府赶快有一个正式的规划案出来 那从去年到今年其实他们有持续在规划 但是一个定案的版本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其实都还不知道他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方案来去做 那刚刚就是提到说像那个因为基隆捷运他 我们刚刚有讲说希望可以拉到安乐区嘛 所以我们安乐区其实现在大部分通勤都是靠客运啦 大家都知道我们靠客运仰赖非常多 所以其实在这个长庚的鞋队面有那个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以前旧的四分局 旧的四分局那边现在是做一个那个可以回转的 回转到 那回转到旁边其实那一大片地都是国有土地 然后其实我们有就是跟市府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在那边做一个转运站 然后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停车空间问题 然后或者是大家的通勤的这些客运公车的车流 是不是有办法到上面 甚至未来要做电动公车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充电桩的问题跟停车位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这个转运站一并来解决 那大幅提升我们安乐区八万人口的这个交通的问题 是真的通勤 然后停车问题是大家最有感觉的 民建议做是不是也要补充 刚刚提到我们那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老师很常谈 我们七个行政区 我想要停车位都不足的地方 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市府有听到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心声 所以市府在今年跟明年 他也要跟区工所跟里林长来盘点 他们各行政区里面的一些国有或是公有这样的一个土地 写字的一个土地 希望能够释出来建设为我们的停车位 所以在这两年当中 我想市府他有他自己的规划 不管是在我们软软地区跟我们安乐地区跟我们七堵区 这边还有中镇区还有我们的麦吉尼的附近 预计有五处的这样的一个公有停车场来准备来新设 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些停车不足的问题能够解决 一方面也能够改善我们乱停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乱象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真的市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问题 将来不一定说汽车停车不足的话 连汽车到时候连停车也不足 我想如果你不改善这个问题 我想以后我们基隆市在市隆 可能是会被人家有一句批评 所以我们还是这边鼓励我们基隆市府能够加快脚步 你说到这个停车会大家就会想 接下来就是电动车会越来越多 或者是电动机车越来越多 但后续的一些问题就会浮现 华家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谢国阳市长上任之后 就是有推动这个电动机车青年的一个方案 那到今年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已经核准了一万五千台的电动机车 那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一直有提醒市长 说就是这个电动机车的增加 可能会有停车的问题 以及充电桩的充电设备等等设施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市府可以予以考量进去 那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就是确实在今年度市府在报告的时候 机车停车位全市有再增加了两千格 但是我们申请的电动机车数量 确实增加一万五千台 那我们没有就是太旧换新的车辆其实不到一百台 所以这个会是未来停车问题 更加让人家烦恼的问题 因为我们基隆其实是山坡地比较多 所以很多的人都需要靠汽机车或者是打工车来去移动 没有办法大部分是徒步 所以说我们在关于电动机车这个需求上面确实有需要 但是相关的公共设施也要一併配套做主 那在电动机车它的申请过程当中 其实有遇到就是申请之后申请状况不明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申请之后我不知道我送件的进度 现在是审查中过了没有 车子到哪里了 什么时候可以领车等等 这个进度是查不到的 那也因为申请的数量太多太临时 那它都是资本化作业 所以其实打电话去区公所问的时候 不一定有办法知道现在的状况 那民众呢可能可以领车的时候 还是突然收到简讯 然后就告诉你要去哪里领车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搞不太清楚状况 那也很高兴在上一次开会的时候 8月份开会的时候 我们跟市府建议说应该要做一个申请的平台 在网路上的平台 那可以让就是申请的人可以在上面查询 这个自己的申请跟领车进度 那市府也承诺说未来会做 所以也希望说在我们的3.0 就是公布之后 也可以配合着这个网路上面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不管是在申请上 也不用再遇到排队之苦 那也有公平性 然后又可以透明化 可以达成这三个目标 那因为最近大家也知道 我们公车其实常常就是有很多民众 看到很多有坏掉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在8月份询问市长的时候 市长也想要做就是电动公车全面抬换 就配合中央政策 但是我们就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市府在做这个的过程中 一样公共就是我们公车的充电桩 跟它的停车位还是要找出来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市公车啊 它其实是找不到停车位的 我们现在像我们大五轮的这个分站 它是完全围停在路边 它没有一个家 然后又常常被人家就是插撞到他们的公车 路边停车公车 然后造成很多的问题 所以其实不管是在电动机车电动公车上面 我们都希望就可以顺便解决基隆 现在已经面临的停车问题 还有未来要面临的这个充电的问题 对 停车跟充电问题 接下来就是未来的一个大挑战 我们要请你叫明建一座 对不管是我们的电动机车跟电动公车啊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是电动就是一定会充电的 所以我们叫充电桩这个部分是 我们目前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甚至于我们电动公车的体积会比较大 所以它的充电站的设置也必须比机车的还要更大型 这个就是我们市府你要采购电动公车的话 也必须要去克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至于我们电动机车 不管你现在之前的1.0、2.0 以及即将要执行的3.0这部分 我再讲我们要采购电动机车的话 那我们机车的车辆数是要增加 还是会有一定的平衡的一个数量 我们是不是要态换燃气车 我们才能申请这个电动汽车 如果说你旧的不太换的话 我们电动汽车一直在增加 第一个你机车的停车位一定会不足 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旗楼 大家停了这个机车 将来如果你的电动机车 旧的机车不太换的话 你的整个机车的停车位 真的已经是没有地方停机车 过去我们一直讲说我们的旗楼要整平 旗楼要让行人通行 但是如果说你电动汽车 你不太换这些旧的汽车的时候 我想到时候的旗楼真的都是电动汽车一样 还是旧的问题 还是会发生 所以我想这个电动汽车的太换 跟我们电动公车这两个电动的充电桩的一个布置 我想这个应该要好好去做这样的一个学群跟设置 是那时候就是大家有在讨论说 以后会不会我要换电池的时候 一抽出来只有11% 然后赶快放回去 然后再去拿又是11% 因为电池就不太换 是秀玉姐 我想针对电动机车或者是我们电动公车 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在西方国家都早就已经实施了 那我们这个节能减碳也是 我们这个地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都知道一个生态的平衡点很重要 因为这个如果再不节能减碳的话 地球我们要持久 生态要平衡嘛 就像天平一样的概念要平衡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还有我们太换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太换 电动机车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当然刚刚提到说这个充电桩 我们要随时觉得 就是就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说 万一剩下10%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个充电桩 是不是就是我们整个点 点线面应该是要更活络一点 应该是比如说像在我们周遭的一个 就是环境 就是比如说这样边电商店 或是市场 比较有机车在行 就是人流多的地方 应该是要多设备一些 因为现在的部分都在活动中心 对对对对 然后合起来会有人围停在 在那边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简单减碳嘛 所以这个就是充电桩 这个整个就是点线面 一定要还是要设备要多一点 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就是要解决我们的交通问题 就是细小的部分 或者是先前的一些规划设施 都一定要做好做主 那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发展我们的地方 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彩虹兄妹 就是我们的修育姐 还有我们的民建一座呢 他们在彩绘社区的篮球场 赋予篮球场新生命 市议员陈明健带着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看着篮球场挡土墙上 已经彩绘完成的包括太阳 台湾黑熊 台湾梅花鹿等原住民风格的图腾 以及基隆市四鸟老鹰等美丽的图案 陈明健说明这些图腾的含义 最重要的我们要预含有这些教育的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原住民的一些生活的元素 弄在这个背后的这个图腾里面 像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有三个太阳 显示那是一个日出 然后日中跟日落 是生命生生不息的 这样的一个抑郁在里面 尤其中间这个太阳灵醒的 代表的是一个光明生命 都能够含有这个教育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这里是中正区调和街的八斗山庄 有许多阿美族市民好朋友都住在这里 也因此施意原成民健特地争取经费 把社区篮球场重新设计 彩绘象征原住民风格的图腾 美化环境之外也行销原民的生活意向 其实很久很多年前就在发想了 那也这个很自然而然的 我觉得说彩绘是未来 我们基隆这个城市必须要去推动的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彩绘 彩绘 注入地方的人文 来走读故事 漫游基隆 漫游我们的城市 我觉得一定会替基隆的整个 能见度一定会提升 也会让这个全 台湾各县市看到 甚至于可能全世界都会看到 他想来探索这个基隆这个城市 到底有什么故事 这对号称红彩兄妹的两位市议员 都希望透过彩绘图案 让当地骑老可以怀念过往传承历史 也让年轻人更了解自己家乡 有过以及现有的丰富历史和大自然生态 这就是我们红彩兄妹 很棒 就是让社区完全不一样 有这样的亮点 我们先请教民建一座 每一个图腾 每一个画都有意涵 我想我们基隆市 都是一个多族情的 这样一个社会 不管是我们原来住在基隆市的市民 跟一路的原住民跟新住民 我们都有一些多元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个人就发想是说 在这么多原住民居住的一个社区 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 有原住民元素的一些彩绘的一个图案 在里面 不管是我们那个彩色屋的部分的色彩部分 这次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这个 就代表就是我们16个族情里面的阿梅族情的一个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图腾 因为阿梅族是比较崇尚于太阳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有三个太阳代表着是日出 然后正宗跟日落 生命的缘续生生不息 这也代表了一个光明 跟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希望 然后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地质跟黑熊这部分 就是过去都是我们以大自然为伍 甚至以大自然为传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刚刚那个看到的整个画面 可以融缩说是我们阿梅族的一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步调 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在我们那个地区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当地的元素 甚至于过去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能够用彩绘来呈现出来 像我们去读有很多的矿坑 也可以做一些矿坑的这样的一个彩图的一个图案 这些也都可以 我想这个刚刚我们跟 我跟副寓长这边似称是一个彩虹兄妹 红彩 红彩虹 我们是现在我们进入是将来是一个有一个色彩的一个城市 而不是一个张兴兮的一个城市 希望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故事 让大家到那个地区的时候 能够去了解当时的生活的一个背景 我们用走读的一种方式来了解过去的生活 然后把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生活的元素 能够呈现在图画里面 是像这样的理念真的很棒 就是呈现社区的一些特色跟亮点 你快来看看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秀玉姐 我们的副议长直接实行在七度区 欢迎来七度大戏院看电影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发响 利用新服务处旁边邻居家的铁门和墙壁 请专业壁画达人画出怀旧风格的老式戏院 以及甘马店 特地邀请一群好朋友美魔女们 戴着小学生帽子前来重温旧梦 另外也利用圆形水箱以及电信箱等 分别彩绘出可爱的图案 包括老式电话和旧款手机 以及汽水等等非常有创意 不但美化了环境 这些壁画也都因为画得相当写实 非常吸睛 经过的民众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杨秀玉欢迎民众来这里拍照打卡 一起行销七度的美丽和魅力 就是把我们在地七度的每一条巷弄 每一个礼都有它的故事 所以把这些故事主题呈现出来 让我们这些中老年人 这些长辈能够怀旧 也让我们这个老少中青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才知道说 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 他们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时空背景 在中正区行政大楼前面空地上的电信箱 摇身一变成为投币式旧型公用电话 而在七度区七度国小前面空地的电信箱 也变身成为复古式的掌上型游戏机 相当吸睛 那个年代没有 没有手机的年代 我们只能靠着一个电话筒 然后连接了家人的距离 亲情 爱情 友情 全部都靠这么一条一个电话筒来连接起来 可是用这个画架 用他的灵魂把它画出来 所以今天我跟美玲穿越时空 来到了七八零年代的那个时空来怀旧 那美玲我刚才问她说 当时老公追你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公用电话里面 是不是花了十块钱的铜板花了不少 她说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 为了降低电信箱影响整体景观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协同市议员吕美玲 向电信公司争取彩绘电信箱 请专业壁画达人 分别在这两处地点设计彩绘 美化环境成效相当不错 真的很厉害 完全整线地方的一些特色亮点 我们要请教秀玉姐 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个 就是影片中 有没有发现到说 我那些壁画 感觉上好像是穿越了时空 有吗 其实我当时就是会有这个发现 其实我应该在第十八九届 我印象当中我就开始在发现 因为我本身就很爱干净 然后我当名义代表之后 我真的是把我这个城市 当成是我自己的家 就社区是我们相亲共同的家 就像公园也是我们相亲共同的公园 所以我就是 就是会把这个就是万物皆灵的概念 还有把公共设施当成他是一个 就比较就是应该说是弱势者 因为他是弱势者他没有办法自己整理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人类要帮他腌制摸粉 帮他粉末登场 也帮他注入新生命 所以我也就是想念市长的干净家园 但是干净家园 并不是说只有这垃圾 丢垃圾那么简单 我常常开车 因为本身我就是比较细心的人 我常常开车都会观察 桥梁啊 包括这个整个就是公共设置墙面啊 其实都很脏 其实干净家园这个也是包括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就是干净家园就是我们从周遭的 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氛围 包括这个整个 其实你们如果大家开车 如果有这个在马路上开车 可以都到处可以看 真的很多墙壁都脂脏兮兮的 所以我就是从我的服务处的巷弄 接到开始起心动念 那为什么我会画这个地方人文 因为我觉得地方人文 他是带不走的 他也无法模仿的 我想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城市 每个巷弄都有他们的故事 那每一条巷弄 也造就了很多人才积极 也可以说 这些人才积极也都是非常的了不起 也都是造就很多的人才 那我就是 因为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嘛 那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 这些长辈都还很年轻 而且都是耳聪木鸣 那我希望说 一个老旧城市 尤其是基隆 是一个老旧民宅非常的多 那尤其七鲁区老旧民宅蛮多的嘛 整个墙面都很斑驳 包括我们公共设施的这个墙面很斑驳 那我就开始在发想说 怎么样把地方的故事 五六七零年代的 甚至于三四五六七零年代的故事 把它画出来 把这个画廊呈现在生活 而不是说我们要看画 我们要去看一个画 一个就是要去看这个展览 这个就是看那个画廊 就是要去看这个画作 是到画廊 感觉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 可是我希望说 未来能够把我们这些画家 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在生活 那最好是能够把这些所谓的这些 就是我们地方人文五六七零年代的故事 把它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就是类似就是我们现在是现代进行事嘛 我们的现代进行事跟过去是同步生活 我们可以马上转换 薪水渐转 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整个城市会更美好 也能够让我们这些长辈 他们能够怀旧嘛 然后你要教育这个年轻人怎么教育 你不能光是嘴巴讲讲 小孩子是听不懂的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异象的一些呈现 然后就是当你这个整个异象呈现之后 就是我所谓的这个壁画 地方人文的故事画出来之后 我像现在年轻人一定会很好奇心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我们的这些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就可以告诉他们说 你看以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 我们的以前的 你们现在买的7-11 你的便利商店是我们现在的干嘛店 以前你们现在看的电影院 我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现在这个呈现这个意象的这个样子 你要告诉年轻人说 要懂得感恩 饮水湿源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在议会有提案 这个品德教育 因为一直以来 我就是很重视这个品德教育 还有就对父母亲要感恩孝顺 因为我 大家一定不知道 我从小就教育我两个孩子 要先孝顺爷爷奶奶阿公阿嬷 为什么会这样教育方式 因为没有阿公阿嬷 没有爸爸妈妈的 所以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都跟阿公阿嬷感情 超级超级好的 我完全不会嫉妒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相对的我这样子对 他这样对待他阿公阿嬷 以后我的孙子也会这样子对我 当然我不是说 为了以后他的孙子要对我啦 我是觉得 这是我们就是中华民族 很可贵的一个地方 要懂得感恩 孝顺 饮水湿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 未来一个整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地方人文 要让它呈现在我们的生活 用壁画的一个整个 就是画作呈现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城市会被看见 是 就是美丽 友善 而且很有品德 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 到处水处可见 那这样的氛围是不是也蔓延到市场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我们的秀玉副艺长 他真的很用心一起宣传 欺读男性市场 欢迎新郎 副议长杨秀玉领军 头戴可爱蔬菜帽的美魔女团 走进男性市场里面 立刻引起贪商和采买民众的目光 有的人开心的和行销团打招呼 有的更直接来拍照相当热闹 又进入中原普渡的时节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和一群好姐妹们 头戴可爱蔬菜帽 化身为蔬菜人 行销七肚男性市场 欢迎大家到男性市场 采买普渡拜拜用的蔬果肉品 以及南北货 也受到摊商和民众们的欢迎 休益今天就是特别带了几位 我们七肚的美魔女 那就是角色扮演 戴上这个我们的蔬果头套 一起来这个行销 我们七肚的南新大市场 也是我们这个基隆市最有名的 最大的一个传统市场 那我们都知道农历七月是这个 采买的一个大的季节 因为这个中原普渡的关系 那大家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七肚男性市场 可以说是南北货相当的多 而且我们的蔬果都非常的新鲜 而且非常非常的 就是价廉物美 那我们欢迎这乡亲有空的话 多到七肚来走走 七肚不止南新市场 包括我们七肚这个晚上的这个美食 就是美食的小吃 美食街 那还有七肚南新市场 包括有很多的美好 我们的山区有很多的一些景点 所以今天休益特别带我们几位美魔女 来一起行销我们自己的城市 也欢迎我们民众 还有外线市的好朋友 常到七肚来 七肚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你们来了就知道 一定会爱上他 恋上他 也会发现说美好时光就在七肚 真的耶 美好时光就在你所在的区 我们要请教休益姐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我很爱行销自己的城市 因为我影片做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我觉得就是 身为一个名义代表 就是要把自己的城市介绍出去 所以我做了非常多的影片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行销自己的城市 所以我常常就会发想 怎么样让自己的城市被看见 因为七肚是一个山区嘛 我们之前的这个前市长就是 着重在这个海边嘛 那我觉得山区有很多的美好 像七肚区就是山区嘛 七肚区有很多的美好 包括我们的尤瑞 马林 包括泰安瀑布 泰安这个江子寮山 我们的山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嘛 那七肚还有什么美好 我就常常在发想 怎么样让七肚被看见 那七肚就是有南兴市场嘛 南兴市场算是我们这个北部 很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这里算是南北货非常的多 很多都是新北 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基隆市 其他六区都会来这边采买 那我刚刚提到说那个壁画 为什么会画壁画 因为我这个是我自己发想 因为我就是想让七肚被看见 我想把七肚的故事把它画出来 让外现世甚至于外国人也是有可能 让他们知道说七肚在五六七年的年代 有什么故事 一定有故事的嘛 这些整个巷弄街道的故事 把故事画在我们生活 把画廊画在生活 让我们很多的民众 包括可能外国人都想要来了解说 七肚到底有哪些故事 但是故事你必须要把它画出来 也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壁画来走读城市 走读基隆漫游基隆 所以我觉得要被看见 我们必须要去发想要去创意 所以我本身就很喜欢创意 像写打有时也是我自己创意出来的 我就喜欢就是常常喜欢这样子动动脑筋啊 就是也是我另类的一个缩压管道 所以这个创意很重要 所以我们自己的城市要多想一些点字 别人没做过你要打地炮 你的城市才会被看见 真的 就像秀玉姐的那个打油诗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变成一首诗哦 很厉害 而说到这一个城市要有创意之外 它的基础设施也是很重要 像是在市场里面 我们要请教华佳说一下安乐市场 是 因为就是刚刚秀玉姐对我们的七肚男性市场 有很多很多的在推动在做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安乐区 其实安乐区跟东山区最多人去逛的安乐市场 其实他也已经长期就是没有铺那个道路 那也有很多的坑洞 所以其实在去年一直到今年 我们持续跟市长反映 旁边的人一起做铺设 这样我们计程车招呼站 其实也是最近有先把那个上下课的那个地方 它地上的那个凹洞也先进行填补 所以我们希望说市场除了就是越来越热闹之外 这个基础设施也可以做好 让大家有个安全的购物环境 是就是要安全了 安全之后我们就加入创意 我们要请教华家 是不是在大五轮沙滩 你有一些想法跟创意 希望未来可以有机会落实呢 是 其实因为大五轮沙滩在安乐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多人潮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我们大五轮沙滩 其实因为去年有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灾情之后 那其实在后续的安全管理上面 我们就一直在持续追踪 那今年呢其实在今年的五月跟就是上个月我也就是办了两次的会刊 那去看这个大五轮沙滩它现在的安全改善的情形 因为那时候有说其实最大的就是造成灾害的主因是离岸流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它其实有海流会把人卷进去的这个危险的一个 算是一个大自然的陷阱 那当时有请海大来协助做这个水模型工程 来去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设施的改造 可以改善这个离岸流的问题 那在我们这一次九月份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得到新的进度 但是也有一个新的进展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五轮沙滩 因为那一天的问题造成了观光流 人潮有减少 所以我们市政府在那边重新做了一个检讨之后 当时我们有希望可以做美化的抢年 才会像秀玉姐跟明杰跟他们那样 这个漂亮的墙面可以让大家 不管是拍照或者是要提升这个环境的美化之外 那我们其实还有就是提醒说 我们要有救生站啊 然后要安全的管理 那这个救生站现在虽然已经设好 也有一个免费的救生衣的借用的站点之外 其实这个彩绘墙面部分 市府目前是没有打算要做的 那还有就是这个警戒线的调整 也因为这个离岸流的原因 所以还没有办法进行调整 目前就是先用救生衣来当做这个安全的保护措施 以及救生员来帮我们警戒这个安全 那可是刚提到说要美化环境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市府其实也算蛮有心的 因为他想要把我们要美化这个墙面改做成一个步道 就是一个滨海的步道 那让大家到那边除了在沙滩上玩以外 也有一个人形的环境 那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 因为他把旁边围墙降低 那也因为在地居民其实有提到 当初围墙会设那么高 是因为以前那个涨潮的时候 台风来的时候 其实海水会淹到上面 对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 我们也是有提醒市府说要做之前 还是要再一次的跟在地居民去讨论说 其实比较常会淹水的状况是怎么样 等等 让我们再做这个整个环境整体提升 然后希望观光的人潮回来 甚至越来越好的状况之外 安全的不管是海上的安全 还是我们这个居民的一些安全 居住的安全 对 都可以一起被兼顾 是 就是要兼顾安全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当然在风景区的部分 明建翼座其实在我们的圆明馆那边 也有一条步道对不对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 我们基隆市唯一的原住民化会馆 就在我们的重镇区正定路 浮原也是蛮大的 它的户外有一个行人的一个步道 到我们山顶上的这个秘境公园里面 但是这个步道可能长久也没有更换 所以会有一些的危险性存在 所以如何去管理能够去更换的话 我们一直跟我们的民政处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这个我们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外线市的人 能够到我们基隆市来 当然我们整个的风景的设施 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尽善尽美 像刚刚画家讲的 我们道伦沙滩这部分 除了安全以外 我也有注意到 我们道伦沙滩这个商业 店家这部分 因为它前面的马路有比较小 有时候人跟车会来征断 是不是将来能够改善 它有一个形成一个商业街 甚至设置一个人行专门的一个步道 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努力能够完成 就像原民文化会馆那边 现在也是一个徒步区 真的很棒 而且他们还有入口的意象 就是你看你就知道到原民文化会馆 但是我们的大五轮沙滩 其实早些年的意象被拆除之后 现在是没有意象的 所以如果说不是本来就看Google 知道那里是大五轮沙滩的人 可能有人经过也不会发现 所以蛮羡慕 他们原民文化会馆 其实也做得蛮好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多的这些设施 还是要其他人来做一个改善 除了刚刚那个木头的步道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铁赤的一个阶梯 因为年轻民更换很容易生锈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 不管是地方上的经费的配合 跟中央的这样的一个补助 我们会努力的来将我们基隆市的 不管是原民会馆也好 甚至于在基隆市所有的风景设施里面 能够让外人眼睛能够一亮 是让我们基隆市所有的风景设施 都能够让人家流连忘返 就是要让大家想要再来基隆 当然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也要好 所以很重要就是有一个运动场 要带大家来关心就是我们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后续的状况怎么样了 我们要请教滑家 是因为其实我们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第一期已经做完 那现在价值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在那里 因为他有一些 他有竞技运动的一个场地 然后他也有溜滑梯 然后鞦韆 攀爬神等等 还有一个攀岩场 那他其实在后续还有第二期跟第三期的规划 那第二期就是所谓的森林运动公园 就是户外式的设施 那还有第三期的室内运动场馆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咨询市长时候 当时他五月份是希望可以做 水上乐园 他想要就是推翻之前的计划 这样子 有一个市长想象的一个模样 因为他的整个 对 因为他的整个面积很大 他整个计划面积非常大 那我们在今年 当时我有跟市长提醒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二三阶段 他规划设计 甚至也有还评都通过了 那预算都已经花了 我们就希望说 就是当时我们还有开了一个地方的工作坊 有很多的地方 居民啊 然后不管是老师 还是家庭 主妇妈妈 或者是阿公阿嬷小朋友 都有来参加那工作坊 画出或写下你想要的 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的样子 所以其实市府是有参考这些内容 下去去进行规划设计 所以后来市长可能也回去了解之后 在今年的四月份 终于把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第二期的这个预算书整个定下来 决定要来筹措经费继续推动 所以我们其实很期待 那定稿本已经好了 它整个规划都已经完成 包括会做这个生态橱窗跟自然教室啊 然后还有这个野外知识家 山训体能王平衡训练场 山谷体验场 然后它还有就是全林的那个 共荣的运动主体公园 然后休闲的活动的场域都有 那甚至说它后续还会做停车场的规划 所以其实在这个未来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它如果整个完整的开发完之后 会是一个基隆最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场地 而且不分年龄都可以来这边 就是一起全家在这里活动 所以是一个我们很期待的一个重大建设 真的就是大家心目中想象中的样子 然后是否要来继续把它完成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剩下时间最后四分钟 我们想要请三位一座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说话 我们先请副义长 今天非常的就是开心了 来参加我们的民意教章群的一个 就是访问 那我想 我从正在12月25日 刚刚提到说已经十年了 我想我这十年当中真的是 每一天真的都是 把一天当三天在用 大家都对我的这个 有关注我的这个动态 都知道我真的是 晒到整个皮肤都 对啊变黑了 很黑啊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我常常会讲说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写打游士 我对文字很敏感 所以常常会说 为什么叫神圣的一票 神赋予给你的圣旨 你要照神赋予给你那个圣旨 要认真的去做 要用心的做 真的举头三次有神明 所以我觉得 要用一颗感恩的心 回馈相离 回馈相亲 好好地为我们这个社区 还有我们人民未来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过得更美好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也希望说 藉由今天的这个节目 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 就是议会同仁 其实我们一定要不分政党 好好的为我们基隆市 这个城市来打拼 相信我们以后 我们基隆会被各县市 当成是一个模仿的一个城市 不分彼此 其实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真的都是来修行的 每个人都是会生老病死 怎么样在我们在 在我们的存在价值的当下的时候 怎么样为我们市民多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也希望说大家 能够开启这个智慧 好好的为我们基隆人打拼 好好的让我们基隆这个城市更美好 彼此不分 就是不分彼此 好好的共同为这个城市来向前迈进 是 就是为民服务 让善的循环不断的轮回下去 林建一郎 身为全基隆市唯一的原住民的这个议员 不是说只有专注在原住民的课题方面 我们除了跟我们所有的议会同仁 一起为我们基隆市民来争取更大的一个福祉以外 我想在原住民这部分 毕竟他是从外乡进来的 有很多的在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还是要去克服 像我们对长者的一个照顾 这个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心力来去设置一些老人家的一个关怀据点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原住民长者的一个中正跟七鲁基的文化健康站 这部分将来努力的方向是希望朝着在各地区里面 有更多点的这样的一个长者的一个关怀站的一个设立 我想我们大部分都安居在基隆市 这个住的这个问题 我想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温暖的一个家 所以过自自己的这个房屋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用很大的一个力量来去采有自己的这个房子 所以对于这个我们购买自己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补助 甚至于老房子的一个修缮 像我们会极力跟中央也好地方也好 为我们这些的族人来争取更好一个居住这样的一个环境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原住民很多都从事在基层劳工部分 所以劳工的权益我们不能忘记 尤其劳工的这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真的我们是必须要做到更好 住业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都有一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机会 我们共同为我们基隆市的市民来打造一个宇居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是就是要展望未来 最后华家 是因为其实基隆有非常多的市政问题 真的是每次来都讲也讲不完 但还是想要就是趁着今天有来的这个机会 还是想跟大家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度呢 就是议员除了监督市政之外还有服务市民的部分 在协助商家的补助上面 我今年已经申请超过一百万了 所以呢就是还有很多就是需要协助的民众 其实我们很多议员的服务处都有就是很多民间的资源来媒合 不管是转送物资或者是急难救助或商量补助等等 我们都会来协助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遇到困难的话也不用担心 其实每个议员都很亲切大家都可以直接到服务处来 那我们会尽量的把大家跟市府的一些想要沟通的意见 甚至是需要协助的地方 我们都会进行这个沟通跟媒合 那希望可以让基隆越来越好 是就是让基隆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艺座带大家看见美好的未来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